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肥充足的蚊竹长得很快 必须要勤加修剪 在蚊竹的生长初期 要注意多打顶 在不断打顶的过程中 将弯曲干和过密质干全部剪掉 这样不仅保证质干的密度 还能让叶子得到更多养分 长得越来越茂密 如果质干弯曲就捆扎一下 让它的猪形比值挺拔 经过多次修剪后 蚊竹不仅越来越有形 质叶更是浓密 看起来几乎水迫不进 当然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平时的养护也不能忽略 特别是摆放位置 要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养护 而且要避开厨房或离厨房近的地方 因为蚊竹对烟尘十分敏感 一旦油烟落在蚊竹的叶片上 叶片就会越来越发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